裴德公家音乐科102级毕业音乐会 后天将在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 音乐会中有裴德最引以为傲的弦乐九重奏和铜管六重奏 而音乐会的重头戏则由音乐科全体同学演出白雪公主改编而成的音乐剧 欢迎民众锁票入场欣赏 九支电子大提琴加上一支电子小提琴 在高中时难得见到的电子弦乐九重奏真的好炫 带来探狗曲目 我们是用弦乐十重奏的谱 然后改成九支大提琴加一支小提琴的 然后我们用电子琴的方法演奏 然后是探狗的曲目 这个则是全国仅有的铜管六重奏 吹奏莫扎特2005 并结合多首老少嫌疑的经典歌曲 我们这首曲子非常的特别 有从古典有我们学古典的最喜欢的莫扎特 然后还有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有楚留香还有女人香 今年我们除了合唱团这些传统的音乐以外 还有古典音乐 那么我们融入了很多多元的像电子音乐 我们有八支大提琴加一支电子小提琴 我想这是很多高中没有的 那包含我们有特别的萨斯坡重奏团 这也是只有我们学校 全国应该只有我们学校有的萨斯坡重奏团 陪德公家音乐科102级毕业音乐会 5月24号将在文化中心演艺庭登场 除了合唱 乐器演奏 以及传统舞类表演之外 音乐科全体同学还会演出 白雪公主改编而成的音乐剧 是整场音乐会的重头戏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演了音乐剧白雪公主 那么是改编的 我们学生改编的这一出音乐剧 那里头呢除了戏剧的演出部分呢 在音乐的部分呢 由作曲的同学 我们自己填词 然后改编成合唱的版本 那么由123年级共同演出 5月24号晚上7点半 欢迎民众所飘到文化中心演艺厅 欣赏陪德公家音乐科 102级同学带来的精彩毕业音乐会 记者正经营 下方报道